新求生者爆料 时空之影刚上排位没有多久 又有新的角色爆料了 此次的话是新求生者 职业的话是火灾调查员 然后大致看了下背景故事 它有着和各剧演员木偶师 同样的火灾背景 在人物设计上的话 也有着跟拉队员 一人精时空之影同款的烈嘴笑 而人物神奇的话 往往能反映该角色精神状态 所以新角色的话 可能略有些扭曲的心理 然后装束上的话 是被一只面火装着消防人打扮 其胸前的绘章图案 可以看到活于紧握的双手 这应该是代表着火中救援的意思 也是其家肉的火灾保险公司的标识 然后面部的肉眼这块的话 有一些产料的绷带 这可能是在一次次火灾救援中留下的 至于角色定位 官方话目前暂时还没有透露 虽然表面职业的话是调查员 但其装束给人的感觉 更偏向救援的定位 当然可能也有一定的辅助牵制能力 另外从手出这边的水枪分析 估计是可以远距离持续喷水 阻挡监管者坠机 如果是救援这块的话 可能是可以近距离高压水枪击退 然后无伤救援吧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奇思妙想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该角色化将在4月12日 上线共援服 上线正式服时间的话 是4月30号金火山开启的时候 好了以上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儿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